四大步骤了解热转印贴纸的印制过程 随着热转印机技术的普遍 这项方便又快速的印制方式成为一股趋势 今天一生要透过四个步骤 来让大家认识热转印贴纸是怎么制作的 步骤一,将图案调整为合适大小 在印制热转印贴纸前要先根据成印物的大小 来调整贴纸的尺寸 找到合适的印制比例 以达到更良好的印制效果 步骤二,将贴纸图案打印 接着把预转印的图案与文字打印在热转印贴纸上 打印完成后,将边边部需要的区域才切掉就可以了 步骤三,放置热转印机台上 把热转印贴纸放置在成印物上 例如,衣服、提袋、毛巾、包包 并将其放置在操作平台上 准备进行热转印贴纸的印制 步骤四,设定热转印机参数 进行印刷 根据成印物的不同 所需的温度与时间也不尽相同 参数设定好后 透过高温加压 使贴纸胶膜产生粘性 让图案附着在布料上 完成以上四个简单步骤的操作 就能将喜欢的图案转印到商品上罗 若在印制过程有需要协助的部分 欢迎与一生联系 让我们一同协助您 一生成立超过二十年 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 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 包含UV直噴机 雷射雕刻机 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 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 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 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 免费服务专线 0800-520-005